接下来请洪森汉委员发言 各位员大家好 在一周前 曾经我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我们有接到一些 台干的朋友的申诉的投诉 确实有很多台商 把他们台干的员工 或者他们台籍的员工 想要在这个急促的 这个抠回去 中国复工 急俱抠回去 疫区复工 所以在那时候 我开了一个记者会 其实要求相关的主管机关 跟行政单位 不管是劳动部或经济部 应该要善用法规 跟行政的手段 来帮助劳工 提高劳工 可以拒绝去到疫区工作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权利来保护劳工 那我们这段时间也看到 关于这个推不全的概念 或者是这几个党团的版本 拿出来 我们来看了以后 那我们还是持续的在争取说 为了避免这个防疫的工作 或防疫的这个现场 会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后来民进党团 现在想要用一个概念 这不是叫做退避 或不退避的概念 而是希望在透过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雇主应该提供 劳工必要的防疫物资 如果劳工认为雇主 为提供必要充足的防疫物资 得拒绝前往 也就是雇主提供防疫物资 作为一个重要的必要的前提 所以这不是一个零和的 退避或不退避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民党团 提出来的附带决议是 这个 鉴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疫情严峻 为避免劳工因经济压力 而受雇主强迫前往 经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告为第二级第三级 旅游警示地区的工作 因为有适当准备 而增加感染传染病风险 原要求劳动部 加强宣传雇主应依 职业安全卫生法之规定 提供劳工必要之防疫物资 如劳工认为 雇主为提供必要充足 之防疫物资 得拒绝前往 并得依劳资争议处理法 申请调节以保障劳工的权益 那我刚才也问了 在这个做法之下 其实雇主是必须要给劳工 在这个14天有薪的隔离假 所以 接下来 我们还是会持续地去关注 这一些劳工 会不会受迫 必须前往 很危险的疫区工作的问题 那我也希望接下来包括行政主管机关 应该要加强这个宣导或者是呼吁的力量 尤其中央指挥 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以防疫专业的角度 应该提出很清楚的这样子的呼吁 那我相信这种好 可能会是比较好 然后坚持这个需求的多数 谢谢 谢谢 谢谢宏委员 接下来请郭国文委员发言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